因为我们这里有好多的书籍,张老师会推荐哪些书籍给我们台湾朋友实证实修吗? 大家要想今生成佛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,我跟大家讲句实话。 这个为什么很简单呢?就是释迦牟尼在活着的时候,他带的学生里面成就的成功率太高了。 几乎不成功的很少,几乎都成功了,成了阿罗汉,成了披之佛,成了菩萨,还有的去了别的佛国, 像是弥勒菩萨,他直接去了一生补出佛的,都是在陀天内院做一生补出佛去了。 所以大家知道都是在佛陀活着的时候,他们也活着的时候修成功的。 并不需要三大阿僧齐节,那么我们在佛法中有小圣佛法,有大圣佛法,有密称佛法,叫称也行,叫圣也行。 实际上古文严格来讲是圣,发音是圣,圣就是车的意思,叫大车小车,牛车,羊车,马车,这个大车小车的意思。 前妻在佛在世的时候,最开始教的是小圣佛派的,是以四禅八定为主的,以四弟,四生弟,十二因缘为主的。 那么后来开始讲般若经,讲般若经这个时候已经上到大圣了,讲空信,讲正见,那么讲般若,讲不生不灭的金刚信,金刚佛信发身。 那么这是这个典型的大圣佛教,大圣佛教后来以禅宗为代表,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弘扬,最后形成八大宗派。 那么还有呢,后期佛法,释迦牟尼看到人都开始上空谈了,不重视实证了,就不能成佛了。 也就是说,老师教给你一个赚一百万的方法,结果你不去用,人家别人用的人都赚了一百万。 你那时候还有什么了不起的,我也会用,结果你就没赚到一百万。 这个就是什么,教理行政,行,你真做了没有? 这个你不做,你怎么能挣到那个果报? 说你只是通教,通礼,我懂了很多经啊,我听了很多,师父讲了很多经啊,我通经通教啊,没用。 为什么?那如果诵经能成佛,念诸能成佛,那寺院里的喇嘛,寺院里的和尚早都成佛了,等不到你去成佛。 人家念了多少经,你才一天念了多少经,等不到你去成佛。 但是这些和尚们,这些懒人们成佛了吗?没有。什么原因? 还是没找对窍诀。如果找对窍诀了,十万人修,十万人成啊,就个个都成。 这就是释迦牟尼在试的时候,原教制佛法。原教制佛法就是释迦牟尼带着大家真练,真干,不是在那说教。 他有实用的technology,技巧,技术方法,你要寻找这个。 所以说释迦牟尼看大乘佛教后来上空谈以后,这个时候,自己化身成莲花生大师,来广宏密教。 广宏密教。 那这个时候,莲花生大师入藏,才传下了,今天以西藏佛法为代表的藏密。 当然还有一个支派,是龙树菩萨,这个传给这个看元三大士,最后形成了这个东密的,日本东密派佛法,也是密教。 所以后半八百年,释迦牟尼以莲师化身的形象,来到人间,化成莲师身,再来度众生,使用的是密法。 那但是密法因为受语言的障碍,它在西藏传递。 这是很多人,为了求这个西藏密法,把家财都变卖了,最后只求了一个私家行,钱行,家行,大不了最后是个本尊法,就求到这儿了。 至于本尊上面的圆满次第,大圆满次第,大圆满上面的,无上瑜伽布的,这个,厕缺陀嘎,最后圆满肉身,洪化成佛这些方法,很少有人能够真实的求到。 当然其中,语言障碍是其中之一。 但是我们今天是得益一个开明的圣事,就是科技发达了,大量的东西我们从网络上可以搜寻到了。 同时呢,因为翻译软件的应用,大量的藏传密教的经典翻译成中文了。 也就是大家可以从英文或者中文来了解密教传承。 那么这是一个对我们佛教徒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 之前你如果投生在明朝,唐朝这些地方,那这个宋朝这些地方,那你想得到一个藏传密法。 你不是藏人,你都很难得到。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得到。 更有幸的是我的师父满意上师,这位上师。 他呢这个是十世班禅的警卫。 那么他俗名陈泉舟,今年74岁了。 那么他得到了一百多位活佛的这个法教。 那以最后以大圆满,弘教大圆满为传承法脉。 那么有阿丘喇嘛,谢尔洛大看部,把法衣法帽,法器都传给了他。 让他作为这个汉地传法人,把大圆满传回汉人的这个地方来。 所以可以他这个写了几本书,圣道只归了道,自在之道。 还有一套这个死生自在,我们都带来台湾了。 这四套书呢,十分熟悉。你看完了以后,你把整个佛法,实证佛法, 怎么寄生成佛,整个路子,都就搞清楚了。 所以说这是十分值得大家读的一套书。 读的一套书。另外呢,还有一个殊胜的上师,叫丘陵上师。 丘陵上师已经往生多年了,但是他在这个中国那样的大陆, 那样的一个不可理喻的环境下,他开始研究藏传佛教。 那么出版了一系列的一套藏传佛教,大圆满,大手印。 这样一套珍贵的书籍,珍贵的资料。 里面的法都是正法,很多法我已经验证过了,都是很殊胜的。 所以我们有这一套宝贵,那么你们如果想修大手印修大圆满, 那么可以拿回去好好参考。 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,不是自己编的。 他是通过这个藏传佛教的密续传承到今天的。 那么,至于暗号道门的同修呢,我另外的一个师傅是熊春景教授。 他很独特,他是我们这个道家很稀有的传人。 记住我用了一个名词,道家,不是道教。 今天宗教的乱象,我们不得不引起惊醒。 也就是说,很多宗教它已经变直了,变成了以人不依法的宗教。 变成了让大家迷信外在力量,外在神明的宗教。 宗教父子说,敬鬼神需要远知。 你不能什么都靠迷信鬼神,求鬼神来帮助你。 你是比鬼神更尊贵的佛陀。 因为你原本是佛,要记住这个。 那是鬼神助你成佛,你不要搞错了。 这个神明助你成道,他要做你的护法神众。 不是你道过来做他的农财,做他的奴隶。 这是今天宗教界一个极大的误区。 自己不奴隶,天天求神拜神,希望神明给他财富。 希望神明天上掉馅饼让他吃。 那这个不劳而获,你连一个基本的责任心,社会责任感都没有的人, 你如何发下致富。 所以我们是,人要靠自己。 因为你原本是佛,你不能靠外在的神明。 他是来助你的,跟在你。 你要成功。 所以大家要记住,我们今天这个宗教已经有一些问题了。 但是信教总比不信教好。 为什么你还自己有一点自律自己吧? 不敢做缺德事,怕雷神打你。 无雷轰臂。 这是个好现象。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,这个宗教背后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。 所以我们今天出来弘扬的是道家文化,不是道教文化。 道家文化是始于福西市,一阴以阳为之道的阴阳之道的学问。 那福西市是我们人文初祖,在今天中国的甘肃天水,已经找到了福西市居住的原始部落。 也就证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。 我们人生活在第三人界,第四、第五人界。 也就是我们之前有四个人界,四个人类时代都被毁灭了。 这个毁灭有的是人类的毁灭,有的是天灾,有的是人祸。 那个我们不去追究,因为知道太多没用。 我们只是说这个人界,留下来的人种的祖先都是大修正者。 他们懂了两个致命的方法可以获得永生。 那么一个方法就是可以不吃活着,这个叫壁鼓。 可以吃天地精华,而不需要吃五穀杂粮活着。 所以这个叫殊胜的壁鼓术。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? 胎息法,就是可以不用口鼻呼吸。 不吃不喝能活着,在冰河世纪,粮食都没有了,动物更没有了,都死绝了。 那么因为它不吃不喝可以活下来。 因为当时一个行星撞起地球,是地球的尘埃飞起。 整个空气虚空中都是尘埃。 所以逢是用口鼻呼吸的都窒息而死。 因为尘埃把你的口鼻呼吸道都塞死了,都窒息而死。 那么当时这些师父们为了延续人种躲在山洞里面, 封了洞的门,山洞的门,使这个山洞和外在的这个空气隔绝。 因为他们可以不呼吸而活着。 这些人祖就活下来了。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的祖先一开始就教育后代的子孙, 学会着修和练两个字。 这是人通过修炼去成佛。 通过修炼回到大罗天,去过得永生。 这是祖先们的根本的这个愿望。 熊老师有几本书我们也带来,一本是道医学,一本是太己修身。 那这个道医学是很珍贵的,大家可以买来看一下。 这里面什么是三魂,什么是七魄,体内众神是怎么回事。 因为我们讲到精气神,现在讲到神的系统最全的就是我的导师熊春典教授。 就是精气神,讲精气的很多,讲到神怎么回事,要看这本书。 这个是太己修身,这个是练自己的龙骨脊椎骨的。 脊椎骨练好了百病不生,润度一开百脉皆开,这是很重要的。 另外还有三本书呢,这个是很珍贵的,这个在中国大陆现在是没有了。 因为不能再出版了。 这是十年七宫日出的一套玄灵修真理发学,玄灵修真理发学。 这是我们在新加坡再出版的,在大陆都买不到了。 这有三本,这是第二本,这是第一本,这是第三本,这是一套很珍贵。 那么还有一套呢,春夏秋冬养生之道。 这么总共是春夏秋冬四本,加一个药略,总共一套五本,这都很珍贵。 因为我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真的东西,真功夫。 所以好好去,有条件的可以把它买回去,好好研读,好好看。 另外我自己的贯彻的一个只讲不写,所以是有一套DVD。 那么有各种各样的,大家待会可以去看一下。 那么目的只有一个,让大家学到真东西,这辈子都成佛,好不好? 好!要不要成佛?要!要大声点,要不要?要! 好!我们一起乘破,OK!好!谢谢大家! 好!谢谢曾经的方老师! 好!